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火老闆 今天我們來延伸我之前有拍的影片 就是我們上次不是有測試 Tesla version 10的那個 Smart Summon的那個 系統嗎 那我們今天就來 延伸那個的影片 我們來測一些比較難一點的 那個 開車或引導的方式 我們來看說 Tesla這部車 Tesla version 10的Software 有沒有聰明到說可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也是很完善的可以用它Smart Summon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吧 我們第一個測試 我是才想說 看看它可以從那個車庫倒出來 那你們看我們這邊其實沒有說 特別大的空間 用廣角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沒有說特別特別大的空間 讓它去開車 那我想說大家有沒有辦法從車庫退出來 然後一直開開開開開 開到那個角 那個就是 釘字路口的這個小釘字路口角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OK 那一樣我們現在也就是把我們的那個 Summon的function打開 那因為我現在人站在這個地方 那是在這裡 所以呢 我要用Smart Summon的function 而不是用 Go to Target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移到 這個角落 我們Zoom out一下 來 我們把車的時候要開到 這邊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開始吧 那我人站在外面一點 這樣比較好跟車 我們現在就來看吧 開始囉 開始囉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看車子慢慢自己倒出來 我其實是蠻擔心說 車子會不會撞到 我看一下 我真的蠻擔心 等等喔 哇靠 這個真的是太扯了 你大家仔細看說 這個 他是停下來 就表示空間不夠啦 可能有點難倒他 但是這個是 喔 有點難 我們現在把它矯正一下 我們早來看一下喔 OK 同樣的一個測試呢 我現在把車子調了 靠右 左邊一點 就是讓他右邊的空間比較大 那我們同樣呢 在手機上頭 我們也來按說 看他有沒有辦法開出來 那這次我站在這裡好了 免得他好像搞不清楚說 我人在哪裡 所以他就會停下來 我們先開始吧 來看喔 他車子倒出來 你看到左邊那邊還是很 唉呦 不行 他還是這個garage這裡呢 真的就是還是太太小了 讓他你看這裡就出不來 所以呢 這個情況呢 可能真的是對他來說有點難 因為我的車庫是比較小的 然後這主要是這個牆這裡 離車子也很近喔 所以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啦 OK好第二個測試呢 大家可以聽到說 我現在車子是現在停在這個車位喔 好啦我知道那個這個是 我不應該停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handicap access 大家就不要丟我 我只是臨時停下 為了拍這個影片喔 所以我現在只是跟大家道歉喔 我現在是想說 我希望測試說是 車子從這裡倒倒倒倒過去 然後呢 往這條路轉轉轉 可以開到我們剛剛的路口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說 他有沒有辦法這樣做 OK我們同樣在app上頭把smart summon打開 那我們現在呢 就照著他這個路 我們來設是說 他需要開到哪裡去 來我們就把它設在這裡 看到沒 好設在這裡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吧 我們來看他是走左邊還是右邊喔 這我倒蠻好奇他的邏輯 所以他選擇走 咦這個很奇怪 他倒出來的距離其實有點大 我們來看看他選擇怎麼走 以這地圖 路上地圖他其實是想 往另外一邊轉喔 就表示他想走這裡 那其實這個應該是不對的啦 所以呢 他這個還是有點邏輯的問題 那這裡碰到的是什麼 因為他找不到路 所以呢他就停了 看看他會不會開出去 會 他找不到路 我們停下來啦 因為這個是馬路 所以其實這裡是不可以開的 我們就停下來等一下 把車子放回去 OK這次目前測試結果 我發現到了一件事情喔 如果這個車子要到達的地方 是在剛好正後方的話 他沒有辦法完完全全做一個很正的 很準確的一個三角 就是3 point turn 這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總會覺得 他只要退一部分 像在停車場一樣 退一點點 他就可以要去轉一個大彎 然後轉過去 但問題是你碰到 如果是這種路的話 他就不知道 因為旁邊是房子 所以會擋住他想要走的路線喔 那這是我這次碰到的問題喔 我們再來試下一個 我們現在準備來 下一個讓他試 來看看說他有沒有辦法開 我們現在開始 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只是把setting的部分改了一下 我們來看說他這次有沒有辦法成功喔 這次剛開始看了 感覺他轉的那個彎呢 足夠 我覺得這次可以成功喔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我退後一點喔 免得說他好像覺得說有人 所以他不敢開喔 這次成功了耶 所以呢 這跟我本身 用他app在裡頭做setting 還是有點關係啦 這次就很成功喔 這次就開得很過來喔 然後呢 他就開到定點了 覺得就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說跟他的那個app裡頭 畫的那條走的路的setting 有關係 所以呢 用的時候呢 還要特別注意喔 OK 以上就是我這次test那個 那個 這次Version 10的Smart Summon 給他一些比較難的scenario 那這次其實我在這邊的Tesla 那個setting呢 其實並不是符合Tesla 所開出的說 在parking lot裡頭開 因為就是在停車場裡頭開 因為我這裡其實並不是一個停車場 他的路是比較像社區的路喔 所以呢 跟他裡頭的那系統邏輯 可能還是有點差異啦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頭留言告訴我 我經常會回答你們喔 那記得要按讚訂閱 以及按下小鈴鐺 以及分享我的影片喔 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的影片 我會不會記得 我會不會想要訂閱 我會不喜歡 我會在 constantinhaaman 一些小鈴鐺 我會不會想要看 那塊字 我會不會想要 我會想要 brute 一邊查尬 我會想要多的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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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